阿滋溫 支持你自己羡慕的問題 自己獻止你自己這個狀況 就在乎一個 你自己願不願意的這個問題 透過醫門深入常識熏修 所以這個部分會讓自己 其實會對自己有幫助 你肯一門深入場子訓宿嗎 你剛講醫院我都不願意了 我哪兒有透過一門深入場子訓宿 能不能達成我的願意 我可以透過學法來達成我願意學法嗎 那是你願意學法才來學法 還是你透過學法來達成你願意學法 願意學法才來學 這應該不用問別人 對不對 好然後你看啊 你光這個 又再給自己找另外一個空間 剛剛躲在這個石頭縫 現在我說 我能不能躲到那個石頭縫 就能解決什麼 你在換石頭縫躲啊 你看你躲到什麼事啊 我為什麼躲在裡面 我就是不啃出來 那你現在說 那我能不能換那一個洞 我躲進去就啃出來 你們看看 試試看嗎 啃就是啃 不啃就是不啃 我問你們做什麼讓我啃 我怎麼跟你打爆票 我怎麼有辦法跟你說可以 或不可以 對不對 你覺得這有答案嗎 這答案在誰 自己的 在自己身上你問誰 反觀這種 我肯不肯還要往外問的 那個人都是不肯的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繼續問 問十輩子還是這樣 十輩子可能裡面 有多了十輩子的答案 你的結果還是會這樣 你放心 我只要不畫圖 不拿起筆來畫 我看了一百本會畫的書 有什麼用 對不對 不用 不用看啦 你什麼時候要畫的時候 你再去看 那他都追你的畫圖有幫助啊 那你只要不願意畫圖 你看了一百本 會畫技巧 有什麼用 沒有用 那你這時候可能跟我 那師父我看 第101本的時候會不會有用 誰敢跟你打包票 你不願意就是不願意就是沒有 跟那101102本沒有關係 是願意開始畫的人 看那101本就有用了 不願意開始畫的人 看一百零幾本 一百恩本都沒有用 這邏輯不好懂嗎 可以理解嗎 可以理解 就是 但是 這個人 願意 這個 這個部分 就是 還是回到自己那裡去 因為 其實這一段時間 自己的成績 更 應該 就很怕自己都落在 自欺欺人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 會 你一定知道啊 那你怕 你當然你現在就重複 想這些嘛 那你怕當然有可能啊 那你怕的時候就變成 那是你家的事啦 任何人只能這樣回這一句話 不好聽啊 你家的事啊 因為是你自己不要啊 那當然就是你家的事啊 因為人家管不著這種事情 對不對 因為你都明白嘛 你都明白全體就是你人生的抉擇嘛 我們每一個自我的抉擇 不都是我們自家的事嗎 嗯 對不對 嗯 好 你願意出家嗎 那你在家不就是你家的事嗎 你不願意出家嗎 那你對一個出家法師 對一個佛事來講 他能管你嗎 嗯 他能管你嗎 有一個方丈助詞人來管你嗎 嗯 那他這時候不是說 那你在家怎麼樣 決定都你家的事嗎 嗯 因為我又管不著你 重點是你不願意讓人家管嘛 你不用讓人家管 就是你不願意讓人家幫你做決定嘛 所以就是你家的事 聽得懂嗎 我說你家的事不是罵人的意思 你明白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子 但是 這是要想嗎 這只要是要想 本身那個人就有問題 這種真決點不用想啊 我要不要 我認為對的 我要不要做 這還要想 是你搞不清楚你才要想 你都很清楚這是對的 我應該這樣做 可是我不做 這時候我要想 我透過想半天想到最後 我不願意做的 想是為什麼 想也不就是要想出 那是對的還是錯的 不是這樣嗎 你不 你不知道這是對的 我這樣講 我要喝嗎 我要喝嗎 要不要想一下 想是什麼 這可以喝嗎 想透嗎 想出來 這可以喝 那我現在口渴 喝啦 我就喝了嗎 那想是什麼 你不確定這可以喝 不可以喝的狀態 你要想 想一下 想不一定有用 可是想都是那個點才有 你確認這可以喝 又確認這可以止渴 又確認自己是口渴的 又確認自己 把它拿起來喝下去會止渴 那你還是不拿 那這段是誰的事 就是你家的事 懂嗎 所以修行就是這樣 你們不要把修行當兒戲 當你世間在那邊 不表表的事情 對不對 你跟先生之間感情的問題 跟兒女之間親情的問題 在那邊意識形態不能撮合的問題 對不對 跟左右靈右色 的一些對待的問題 跟你同事的問題 不要把修行當就是那一種兒戲 那種兒戲 那種為什麼叫兒戲 叫情緒 情緒你可以繞回去啊 對不對 跟先生說 你怎麼老這樣呢 對不對 你怎麼老有這個壞行 我就是這樣怎麼樣 你可以這樣子啊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這樣甜蜜就好啦 打是罵愛是情啊 你甜蜜就好了 不要把那個帶進修行的理由 修行不是那一回事 不能這樣就不要 不能這樣啊 不該這樣就不要這樣啊 那我就知道這樣怎麼樣 你不愛我了嗎 你不愛我了嗎 你要包容我 我就是這樣 我只要吃完飯 那我就是把碗丟在洗手台 我都不行 我就這樣怎麼樣 反正你愛我 你最後會去洗啊 你先生如果覺得甜蜜就好啊 誰管得著 那不就是你家的事嗎 每個人不都有自己的模式嗎 修行人嗎 你就是不能 你把它擺在那邊 你習慣上 有缺失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缺失會引來 你生命的能量 有一種匮乏 對不對 世間人叫缺德 這個德不是你們世間講的那個 仁義道德那麼膚淺 那是包含人來的 那個意義連結 意義很深廣的 一時一節 解釋不完 至少我把德 解釋成一個 結果 你的結果 你的結果的好能量一定會缺一塊 這個結果的好能量缺一塊 你兌現你的人生一定有 一塊是不如意的 就這樣 是什麼再說我現在講理 因為是什麼要看他的因 在什麼思想上 就這樣 你在耍脾氣啊 你在覺得這樣甜蜜啊 隨便你 對不對 修行就是不行 沒有為什麼 他是大自然宇宙法則 他是能量學 他不是你們的親親愛愛的學 這樣子啊 所以如果你這個人不出家 我用出家來講 方丈 住持 哪個師父能跑到你家說你這樣不行 他跑到你家說你這樣不行 就被你先生給他出來了 我是他先生我覺得甜蜜不行嗎 那你一定站在你先生的立場 對不對 對啊我們甜蜜啊 你這肚子滾邊去 對不對 你平常還跟他學咧 這叫學個屁 不要把修行當兒戲 不要把修行當兒戲 懂意思嗎 當兒戲才有這樣 哎呀 可是 自愛自憐啊 我做不到啊 啊 啊是不是應該這樣 你看是不是應該怎樣 自己會講出以他把我道理 啊講出以他道理之後呢 只是在尋求人家來背書我 我是自憂生喔 我都懂得這些道理喔 又如何 你就是做不到 在世間的自憂生 可能在修行來講 都是放了半 懂嗎 價值認知你自己決定嗎 什麼該就去做 修行領域 我會跟你講的很簡單 其實你們 為什麼會花那麼多時間 因為你們都不接受 你們從來不要 所以我一直要在你們 同一個問題點 一直重複 然後一直舉很多例子 為什麼 因為你們不接受 你們永遠都是不接受 可是你來找我 我也無奈 我必須再跟你講 對不對 要不然講的 以前都講很簡單 該做的就去做 不該做的不要做 是不是講完了 那你哪有那麼多問題要延伸出來 都是同一個問題 你也用很多不同的延遲在包裝 然後再去闡述你 原來就是不肯做 因為內心會不會期待說 老師會有一天就說 對對 你其實這樣子就對了 對啊 你這樣就對了嗎 那我不是欺騙你嗎 我有損得 所以我不做這個事情 所以你們這個叫做惡系 我剛舉例 我只是舉例 不然 隨時放著 兩三天也不行 對啊 你先生一定跟你感情 一定會說你對啊 因為那是你先生啊 你懂嗎 因為你們不是要修行的啊 我要是在佛室 我是一個修行人在佛室 看哪個主持會說我對 因為他不跟你講情 修行不帶感情 理智 因為帶感情就是在放眾人 住持方丈 有過 你懂嗎 如果放張你 除非你不來看他 你可以下學嗎 你不要去他的佛室出家嗎 他管不著你 他也不會去管你 所有真正修行人 都不喜歡管人家 你看到表面要管人家 實在很不得已 那些人偏偏要叫他管他 然後那一個修行人一定會最倒楣 你懂意思嗎 因為這些叫他管他的人一定都會恨他 會在外面造謠生事毀謹他 因為會叫人家管他的人 本身就居心不良 所以那一個修行人 就得承擔很多 無名之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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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 林林總總還有什麼 對 你不願意做的事 即便你知道真正你都不願意的事 還需要解釋什麼嗎 還需要再定義什麼嗎 還需要再想什麼嗎 還是哪裡還想不通的嗎 因為其實 隨便舉例嘛 你會撒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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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撒謊嗎 應該之前會 但是現在會 知道那時候對的 就不可以撒謊 你曾經知道對的 你沒撒過謊嗎 你曾經知道不能 撒謊的 你沒撒過謊嗎 之前 都有嘛 我現在不是要你 再去講以前或怎麼樣 我只要告訴你 要認清自己 對 你看你們常常聽到我一個訪問 緊張的鑰匙 連一個我會不會撒謊 對不對 你都要想那麼多 都要再一次給自己一個 安全的那個保護社 這就是撒謊的執行 對不對 所以你肯定會撒謊 我這樣其實可能就很簡單而已 用你或者是別人 或者是大的人會撒謊嗎 都好 我這只是一個要讓你了解 背後的理由 你看你們就害怕成這樣的 你會撒謊嗎 對不對 比你 照理說 就直接回答 會啊 會啊 殺過謊 殺過謊 啊 接下來我才會直接再問 你覺得 你覺得 殺謊對嗎 不用想的解說 啊 不對啊 我只要告訴你們 啊 你會 撒謊 對不對 也殺過謊 事實嘛 那你從今以後 我要再撒謊 這不就是這樣改嗎 你不知道嗎 所以你就會 撒謊的執行再來一個很坦 不正面回答我 隱瞞 撒謊 都叫撒謊的執行 對不對 好 為什麼人會撒謊 善意的謊言那個不算 好 人會撒謊就是有知識 就是要保護自己 他就會撒謊 所以 為什麼我加付這個 因為我怕你剛剛 我講你這次就是 撒謊的執行 你即便點頭 你心中不一定很認同 你要保護自己 你怕 你就是身具撒謊的執行 他就不要這樣 不就是了嗎 那請問要不要這樣 有這 還需要思考 可是你會再 今天對這個問題 再來思考一番 說 思考到最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這樣 對不對 再發展一次 撒謊的執行 再發展一次 再發展一次 不斷發展 每發展一次 歷歷神氣 行界又是 你的人生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 你沒完沒了 需要跟誰講 就這個邏輯啊 你把這個邏輯都到 你其他的思想 都一樣的 都一樣 所以你看我又知道 我本來要講得很簡單 你們都不讓我講得很簡單 因為你們都會裝傻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該怎麼樣就不要怎麼樣 我就拿 我最後就要再拿一個撒謊 來比喻這句話 這句話你聽不懂嗎 你就是 你們常常那個理都懂了 你就是要在思想上 又跟你六模無空間 對啊 沒辦法的 該怎麼樣 你把怎麼樣 做鐵空停 對不對 該誠實就誠實實 不該怎麼樣 鐵空停 不該殺法就不要殺 對不對 該主動幫忙 就主動幫忙 填空停 你把該的填進去 你都知道的 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是用不知道 來包裝你的不願意 那你說為什麼你不願意 對不對 這時候又會問啊 你不是常常說 為什麼我不願意 其實這已經是終極答案了 你就是不願意啊 那勉強好吧 再分析吧 對不對 為什麼不願意 因為你自私啊 為什麼我自私 那你是要改變的 還是你要去尋求 這些學因素論述的 請問你到底是要哪一種人 修行人是要改變嘛 要做學術論述的 他這個人不一定要改變嘛 他就是一直編嘛 一直編答案嘛 編輯嘛 對不對 一直聯想嘛 一直創新名詞嘛 是可以的 所以 我剛剛講 你不要來修行的單位 把他那當和系 把所有的習系都帶進來 來這裡就是要 第一個擋掉你所有的習系 當你成熟了 你回到你的原來的生活的 面對的人 食物 你是要進化掉 這一些負面的習系的 你不是在把修行 那些生活的負面習系 帶進來修行 然後拿那些習系的理論 來跟修行的 生命狀態做對職 你來幹嘛 對不對 也沒人逼你來 對啊 所以你到一個領域 你就要有那個樣子 你不要去了 結果 結果我剛剛是為什麼講住職 我說你家的事 你為什麼要去佛寺找他請教問題 你為什麼 你回家又不肯改 你為什麼要去請教他問題 對啊 你不是在消費他嗎 對啊 這個都是你們自己那邊的事情 我要認清啊 這種事情都很明顯 你一個人只要做了 執行了默默的在做 身邊所有互動的人 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你只要不做 看你多會在那邊請教 想很多名字 假設很多狀態 要再請教 明眼的明耳人 也一聽一看就知道 所以這時候只是他決定 他決定要不要 浪費時間在你們身上 的問題而已 懂嗎 浪費時間也有浪費時間的意義 對不對 你們既然是要得安慰 那他就把那個能量給你們 安慰安慰 安慰吧 對不對 那個能量其實是可以讓人家成就無上的 你們既然只是要安慰安慰 滿足一下自己的心理的欲求 就這樣 就給一給吧 所以在這個時代教學就有很多這種問題 對 那決定在誰 決定在學習什麼 比如說你們今天來 你們問什麼問題 我也給答 對不對 你們答有很多模式啊 不一定是你事先理解的那個 知識啊 對不對 沒關係啦 不要太放在心上啊 對不對 為什麼老是心裡有愉快什麼什麼 不要在意啊 就好了啊 這樣你來找我幹什麼 你們想不到你來是最痛苦的 來找我最痛苦的 因為你們是要溜的性格 剛好我就是最在乘的就是堵死 堵死你溜的空間 你就很痛苦 對不對 堵多久了 對不對 那你繼續挖洞啊 繼續在逃啊 你去溜沒關係啊 你可以自由自在去溜 你只要不來找我 你也沒什麼事 你有很痛苦的事 你要來找你就得面對我 會把你堵死 沒有空間 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對 所以從某個角度 我會比較期待你們不要來 對不對 因為我要看到你們痛苦 我也不喜歡看到不好的畫面 任人都嚮往 對不對 美好 你們只要不敢 你們一定痛苦 我老眼睛打開就是看到痛苦的畫面 除非你不來找我 咳咳咳咳 那再來我也不會限制 咳咳咳 就這樣 自己去決策吧 那我雖然我不會限制 你們以後也不一定找不到我 對啊 因為這個佛理都告訴你們 感應道教學不是的事 不是 不是我意要或不意要不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說他見不到我對不對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講 為什麼要這樣講 因為 你不要見我啊 我當然 我當然可以 很明確告訴你見不到我 可是你們偏偏就會把自己很多理由啊 對不對 很多理由啊 師父 會 會 有很多人去找他 只會見不到 可能很多人找他 所以我是見不到 所以我見不到 那你怎麼不會想說 那很多人的其中一個是我啊 啊 他們有些人 因為我們都去找 所以他們找不到 齁 那久了之後變成 你好像有行為模式 行為上 想要找 可是 都沒有回應 都沒有答應讓你們找 對不對 這也是啊 那 從修行的角度 從一般人的角度 你很難理解 我講的啊 從修行的角度 你們有 你們聲稱有修 我就用修行的角度講 師父不給你時間 你說是他不給我 可是師父是說 是你不要 有啊 我不要 我怎麼會跟師父約呢 對不對 那師父怎麼糊塗了呢 師父不給我時間啊 他不給劍啊 對不對 從修行的角度啊 世間的角度 是不是起衝突了 修行的角度是 劍是什麼意義 你先給我離出來 你憑什麼 嗯 自我要 我的大腦想要 就叫做我要 你的生命並沒有要 因為你沒有表現出來 你是一個 學習方法的人 你不斷在修正自己 你很渴望 不是你的腦袋很渴望 別人有窩一想有 這很渴望啊 我是 我真的很認真 神學會修到我 這點不明白 這個叫做我生命渴望 不是你的腦袋渴望 我想如果你真的是這樣 任何一個高能量 他就自然顯映了 回應你 你不是這樣啊 你繞在世間講的我想要啊 慾望啊 你是慾望啊 或者是都見不到師父好失落 也是你的慾望啊 你也不是 於所謂的這裡的標準啊 這裡標準你要見他是幹嘛 你要修行才去見他 你不要修行 你不用在那邊講說 是師父不給我時間 我很想見他師父不給我時間 我剛剛在對線出來 請問你們剛剛三位問的問題 哪個是修行的問題 哪個除了不是修行的問題 哪個又不是老問題 老的多老了 的問題 你們永遠來見我 就是要問你們上次 我跟你回答的問題 永遠是什麼意思 第一次來見我是這個問題 A問題對不對 我解釋完了 第二次來問你 我又是A問題 我又解釋完了 第三次來問題又是A問題 你什麼時候跳到B C D E F G 你只請問你什麼是跳 跟你講完了 第四次來問 又是A問題 這個叫永遠 第五次又是A問題 第一年全部都是A問題 第二年又是A問題 第三年又是A問題 第四次來問 你覺得你真的是要去見這個師父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有錄音啦 還方便 很多地方都給錄音 你以後要來請教我 請教我請教你 師父在我家 在我家哪裡 手機裡面 你就打開就好 你不用浪費時間來找我 你不用浪費時間來找我 因為你沒有辦法 我們很負責任的 你這樣才明白嗎 還有別的疑問嗎 我只是在你家裡 我不是很負責任的 我只是在最大陣子